不过这位老兄脾气是相当的臭 道上人都知道 他那是怼天怼地怼空气 谁不服就怼死谁 很快那个里受皇帝宠爱的大臣们都被高拱骂跑了 我才是No.1 皇帝身边受宠的大臣只能是我 是我还是我 1567年 磕了一辈子仙男的家境地 在他60岁的时候终于嗝屁了 嗝屁之前他还留了一封遗照 啊那个那个 我一个皇帝却在求仙的路上越走越远 这时邪恶小人当道 我对不起大家呀 据说这封把自己骂得诸葛不如的遗照 糟糕天下之后 百姓们纷纷放鞭炮庆祝 但家境地诸葛冲却一脸尴尬啊 这遗照不是我写的 吧 这封遗照当然不是家境地自己写的 而是出自内阁首府徐杰和当时还默默无闻的张俱正之手 挂都挂了 还是给你留个好名声吧 哎呦我却要你管我就是我 你什么你 你没机会了 走吧 哎呀讨厌 由于帮家境地骂自己这事干得漂亮 张俱正很快就进入内阁了 但是1568年张俱正的老师徐杰要告了还乡了 这官场干不动了 走了以后就得靠你自己了 这下张俱正肯蒙了 内阁的靠山没了 现在他真成内阁里的小弟了 但是张俱正可不甘心呢 他的目标是登顶内阁首府 那得先把内阁里的老人都给秃秃了 于是他有了一个缜密的计划 张俱正找到了受皇帝信任的太监李芳 两个人一番猛如虎的操作后 找回了当时的皇帝朱在记的恩师高拱 你们找我回来是最正确的选择 一旁的张俱正却偷偷的笑了 心想这世间天真浪漫的人还真不少呢 高拱一回来就直接当了内阁赐府 这样的自己是皇帝的恩师 很快挤走了当时的内阁首府李春风 然后顺利登顶内阁首府 我是不是太优秀了 高拱确实相当有能力 什么推动蒙古护士啊 什么开放海运啊 他还跟龙庆帝朱在记 搞了个龙庆新政 我是不是相当的牛叉 我却口水都笑唇 不过这位老兄脾气也是相当的臭 道上的人都知道 他那是怼天怼地怼空气 谁不服就怼死谁 很快内阁里受皇帝宠爱的大臣们 都被高拱骂跑了 我才是No.1 皇帝身边受宠的大臣 只能是我 是我还是我 都到最后内阁里的重要人物 就剩高拱和张俱正了 以后你张俱正就跟着我混吧 我照着你张俱正心想 你自己都被当枪使了 你还能照着谁呀 下一个就该轮到你了 1572年充分放权 他踏实实在后宫玩耍的龙庆帝 朱寨记把自己给玩废了 他临死前 传为给年仅十岁的万历皇帝 名神中朱义军 同时 命高拱张俱正和高义辅证 朱寨记拉着高拱的手 深情地说 以后天下大事就麻烦先生了 高拱心想 这里天下大事我三场啊 日后我必定把明朝做大做长 再创辉煌 唉 朱寨记叹了一口气之后 就这样挂 就在此时 太监冯宝站了出来 他要给大家送惊喜了 等会儿 口说无凭啊 我这里有一份皇帝的遗诏 命 我冯宝跟内阁共同辅证 这一下子场面又直接炸了 你这太监怎么能辅证呢 太监怎么就不能辅证呢 而旁边的张俱正一直在偷着了 这是他计划的一部分 冯宝冯公公 他是大名新一代的有理想的太监 但高拱却一直瞧不起他 嗯 你得死太监 我讨厌你 唉 你配什么配 你别走啊 张俱正看清了这一点 他悄悄的找到了冯宝冯公公 我就欣赏冯公公有理想 人如果没有理想 跟咸鱼有什么区别呢 好像说的很有道理啊 我们不做咸鱼 于是张俱正和冯宝结成同盟 走起 接下来张俱正和冯宝联合导演的好戏 开场 高拱即将给十岁的小万利打工 这搞得高拱有点头大 十岁的孩子怎么治理天下呀 唉 但好巧不巧 这句话被冯宝给知道了 他改了一改 传给了小万利和小万利的妈咪 高拱说 十岁的孩子怎么能当皇帝呢 他高拱是不是要造反呢 这搞得小万利和小万利的妈咪 相当的不开心 而高拱也是想奉设法的计划 赶走冯宝 他还没忘记跟张俱正商量 赶走冯宝的事 张俱正当时就表态 我永远的支持你 转身就把这个事告诉了冯宝 很快高拱就提交了弹劾冯宝的诏书 也很快得到了回信 让他进攻皆旨 结果是高拱专权 最大恶极 赶紧滚蛋 听到这道圣旨 高拱一屁股坐在地上 根本就爬不起来 这小丑居然是自己 此时只有张俱正伸手扶起了高拱 念念不舍的把高拱送出了宫 别想太多 回家好好养老也挺好 你自己也多保重吧 咱后会有期 从此之后 张俱正登顶内阁首府 我终于成为内阁第一人了 多年之后 高拱在病榻上才回过神来 原来是你张俱正玩了我呀 还写了病榻遗言 来控诉张俱正和冯宝 但此时谁也动不了张俱正 因为手握大权的张俱正 正忙着给万利当爹呢